电影龙凤配当中的原声配乐 这段旋律也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提名 开场的勾手三周连后点进三周 后来三周 很遗憾两周半跳 15 高手三周换点进两周换两周 跳近的联合旋转 合旅三周 那点明三周 换组的联合旋转 一场符合音乐的编排步伐 两周半连后来点明两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编排步伐 攻势联合旋转 开始韩国的选手林英秀也完成了这一套动作的表演 联合旋转 可以说是近些年来 非常全面的一个选手 实际上来讲 刚才在解说的时候 他跳两周半之前 我想说 你看这有多大的速度 来跳两周半 结果这个动作没控制好 跳空了 有点遗憾 但是剩下的其他动作都是在这个大速度当中完成的 而且每一个跳跃落冰流畅行动非常好 之所以说他非常全面 我们能够感受到从去年的两套非常深的这个节目 这个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两套节目到今天 今年我们又看到完全风格的变化 让我们感觉到既可大家闺秀 也可以想家避遇 对音乐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掌握并不是趋向于一个类型 是一个能够展现各种风格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 这种运动员的多样性 他就是说可塑性特别强 他就可以会尝试不同题材的音乐和作品 他总是可以带给裁判员包括观众一些新鲜感 我看到这个跳跃 没压住 因为速度也比较大 所以说两周半跳呢 确确实实在大速度完成当中会获得非常高的加分 但是呢也确实有风险 这些单人的运动员在节目里面 就是经常会面对就个别动作出现失误的情况 就想请问二位 他们就是怎么记心里这本小账的 怎么可以保持头脑比较清晰 前面做错了 后面想办法能补回来 还不至于重复 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就跟平时教练和教练组的计划呢 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做没做好 一旦出现了特殊情况 我们又应急了方案 是有B计划 对 实际上来讲 在双人以及兵舞这个项目当中 很难出现有B计划 我们只能就是希望 互相鼓励一下 一套节目呢都能够完美 但是在单人滑当中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单人滑不涉及到两个人 有一些拉手的动作 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调整一下自己 有没有那种可能性啊 比如说二位在抛跳之前 说我想尝试一个 更大难度的抛的方式 两个人再尝试一合计 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对 实际上讲 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细节的变化 都是来源于平时训练的默契 我们看过他的得分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自由华达到了121.77分 这也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全场的一个最高分了 加上昨天短节目的分数 最后的总成绩是184.64 这也超过了中国香港